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斯福总统曾举出四大自由 言论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 免于缺乏的自由 免于惧怕的自由 这是世人所追求的 但基督徒享受是免于错误的自由 我想 再没有自由比这自由宝贵 错误的原因是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能力 明白圣经有智慧 晓得神的大能有能力 人之所以犯错 主要是因为缺少智慧与能力 有智慧便能分辨善恶 有能力便能行善俱恶 所谓行所当行 止所当止 这是正常基督徒的光景 主说 我就是真理 真理必叫人得以自由 得到出乎真理的自由 人方能从一切错误中被释放出来 人难免犯错 你如果认真读经 谦卑祷告 求神开你心中的眼睛 就能明白神话语的奇妙 人所需要的不是属世的智慧 这对社会也许有帮助 我们要的是得救的智慧 正如保罗勉利提摩泰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经上也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神 有得救的智慧 人方能进入真理 明白真道 认识真神 在真神里面得恩典 享福分 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有些乡下老太婆 根本不是字 信了耶稣 尽有高度的智慧 懂得如何爱主爱神 如何舍己为人 如何为主做美好见证 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光 由主的心香之气流露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智慧 不是出于人的主观 所产生的成见 那绝不是智慧 乃是人的自作聪明 爱莫生说 主观带来成见 成见带来偏心 偏心带来错误 错误带来失败 失败带来灭亡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其实最愚昧 他只看自己不顾别人 这是人的自作聪明 我们不需要这种属世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赞美你 因你是智慧与知识的源头 求主圣灵帮助我 拥有单纯敬畏的心 谨守遵行主的话语 带领我更深进入真理 明白真道 认识真神 在真神里面得蒙恩惠慈爱 饱享福乐 也要更多为主做见证 传扬主的美名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网易邸 瑼琳 aj骥 敬畏 经谓言和化 知识的凯端 如土头上带花款 经谓言和化 知识的凯端 心修广大 如此寡 尽之未知 从生之到死 人早何时不放肆 尽之未知 未知 无论心或知 有主在万无一世 尽为耶和华 依靠最稳妥 儿女已有避难所 尽为耶和华 依静生命却 远离死亡的深渊 尽之未知 从生之到死 人早何时不放肆 尽之未知 未知 无论心或知 有主在万无一世 尽为耶和华 依静生命却 尽为耶和华 依静生命却 旧得富有与尊贵 尽为耶和华 眼里是虚假 尽之未知 未知 无论心或知 尽之未知 从生之到死 尽早何时不放肆 尽之未知 未知 无论心或知 尽会尽之未知 无论心或知 尽为耶和华 依静生命却 尽贺生命却尽 了掌宽 尽之未知 从生命却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